大家好,歡迎來到NTU CGN 今天我們又要拍一集王家棉鼓實測影片 為什麼會要拍這影片 是因為在前面的影片我們實測說 王家長棉之鼓,它DUO定池是使用新版的效果文 所以因此對墓地的牌以及射擊墓地的卡片效果都會無效 而且不適用 影片最後我們做了一個加拿大蟲的實測 結果發現加拿大蟲居然可以起跳 可以從墓地特招,真是太扯了 有時候也不知道怎麼解釋 所以就乾脆寫信去問事務局 這是事務局在昨天給的回覆 文字很長 反正總而言之就是說 加拿大蟲不應該跳起來的 所以他們這個是一個遊戲的BUG 然後呢,今天他的公告也公告了 他公告說關於王家長棉鼓寧克羅芭蕾的問題 他發現以下這幾張古代生物 還有救護部隊 他們在王家長棉鼓存在場上的時候 依舊可以從墓地特招 所以這是一個規則上的錯誤 也是遊戲的BUG 好,那我們今天就把他的古代生物 全部都實測一遍 看看他這個BUG是不是修復了沒有 好,那首先我們要找一個10級的NPC 好,牌組的話就這邊 好,也是 就是上次的實測牌組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次要測的一些東西 好,我們把要測的卡片全部都放在這裡了 有包括說這個古代生物系列的全部的陷阱卡 還有他所說的這個救護部隊 全部都把他放進來了 好,那但是重點喔 他的王家長棉之鼓的效果文還是沒有改啊 還是沒有改啊 就是一樣是舊版的效果文啊 這個是實在是很討厭 好,那總而言之,我們就開始實測 好,難道他都不覺得這樣子對新手來說 實在玩這個遊戲很困擾嗎 好,我們就首先 這邊有兩張主代裝 好,那第一個就開始來測試我們的加拿大團 好,就上次的 上次的 上次證明他可以起跳 那這次究竟會怎麼樣呢 好,這邊我將連鎖 呃,大家也看到我的連鎖是被打開的喔 那 好,那我現在發動這個怪彈蟲 好,我將這張攻擊力給減半 然後連鎖墓地的加拿大蟲 哇,靠 天啊 好,結果還是可以跳耶 怎麼辦 好,我不相信 然後再來,再來一次再一次 好 好,這邊發動 加大蟲 然後連鎖墓地的怪彈蟲 喔,怪彈蟲也成功復活了 這個真的是太,太莫名其妙了 好,剛剛實測 王家長編之谷在場上的時候 居然墓地的古代生物系列 都還是能夠起跳 我們再看看他公告是怎麼說的 好 他只是說 他只是說在下一個版本會再更新 所以意思就是說現在還是可以起跳 好吧,那我們今天的實測就非常失敗 然後我們就證明了一件事情就是說 他們發現這個問題不過目前還沒有修復 好,那就大家就是繼續 加大跳起來吧 就開心的跳 開心的跳 跳好跳滿 好,等到下一個版本之後就不能起跳了 好,那就是這樣 好,謝謝大家,拜拜 拜拜